現在是晚上 7點塊 應該是6點45分 高手是針對下輪 現在大家可以 一樣是喝小 35摘多冰型套手分組 持著重點在多冰型 套手系列多冰型 這就是一個重要的概念技巧 很簡單 它會分兩則 都是針對多冰型套手 第一則是選擇 剛才已經大力做個練習 比如說這個筆電 首先看一下 第一個步驟 建立塗層 看一下塗層右側 座底下 這邊先 點它一下 然後拉枝 下面 就之前練習過 建立塗層 然後放開 呈現一個一模一樣的背景拷貝 接著關掉 原始圖 這個眼鏡很重要 先把它關掉 然後再進行 下一個 比如說 等一下 針對這個筆電 然後要把內部這個畫面 挖掉 之前練習過 那之前練習的是 針對是矩形 目前是多冰型 第二個 第一個是套手 第二個是多冰型 目前是多冰型套手工具 多冰型套手工具 不規則的 不規則的 多冰型套手工具 有標 好 接著呢 把畫面 拉到一下 好 大力的東西 選取它 比如說呢 先點個大概 好 從那邊 一個都可以 嗯 第一個 就是這樣 先點個大概 嗯 好 就看不太清楚 三 四 好 有的時候 最後一個 頭尾 交接處 成選原型套手工具 我看一下放開 好 呈現一個 虛弦框 代表不太選一選 好 接著呢 就是 了解一下 它需要一個一個扁 好 目前是四個扁 所以不規則的一個形狀 好 然後呢 比完之後 看一下這個圖層 好 那目前呢 我要做的是 把這個 內部的一個 編輯畫面的 比例 好 一樣 先選鍵盤的B 好 前線上的畫面 代表第一個B就是成功 好 這是多冰型套手工具的一個 嗯 第一階段的一個 運用方式 而且一下它的位置 好 因為它是針對多邊型 之前是針對的是 矩形還有 頭尾形 而且是一個 不規則的多邊型的一個套手工具 好 再來試試一下 看到一個 運用方法 在工具中第二個 點它一下 第二個多邊型套手 那點完之後 先選一個 不規則的一個多位型套手工具 然後四個點 點一點之後 把DB記卡 好 一次 四個關卡 三十五折 針對有許多東西 他手工具 用方法 那下一折比較難 所以呢 好 下一折要 加強一下概念 好 四折比較簡單 那下一折比較難 OK 好 一次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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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